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加州政府2020年将重新恢复 针对无健保人士的罚款制度 华星保险日前举办加州健保博览会 邀请了加州全保、白卡等主流保险公司 现身说法 让所有民众一战士了解了 所有最新健保2020的资讯 收看我们以下的详情报道 华星保险介绍表示 2020年健保的最大改变之一 是加州政府重新恢复罚款制度 这时没有健保的民众 在来年报税的时候需要缴纳罚款 罚款金额为家庭年收入的2.5% 或者每个成年人每年695元 18岁以及以下儿童每年347.5元 两者按金额较高者作为最终罚金 全美国的公民不买保险的人只有8% 可是我们新乔移民来的人 可能用了政府福利 因为他们没有买保险的人 竟然占了23%这以上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政府为了要让全民都能有健康保险 所以特别强调了这么一个法律 可是到底买保险 现在来讲对我们一般的 在我们加州居民 是不是很沉重的负担 那我可以讲答案是 现在因为我们加州政府 把这个补助已经提高了 从以前的如果贫穷线是在 这个假设这个夫妻俩 6万块钱以下的收入 算是贫穷线这个以上了 那今年的把这贫穷线往上面提了以后 加这个差不多10万块钱 年薪的家庭都能拿到补助 所以说我们的宣传里面可以看到说 一块钱两块钱健康保险又回来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付的保险费 可能比较高的话 可以赶快来询问一下 找有经验的保险经济问一下的话 很可能会发觉 今年买健康保险 费用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说还是一样 在这边鼓励所有的人 尽快地跟你保险经济联络 否则的话虽然在open的时间 有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因为我想说 今年的想要参加健康保险会特别多 所以说提早行动 免得让你的权益睡着了 华欣保险还提醒没有健保的民众 要抓紧10月15日开始的开放投保期 办理2020的健保计划 以免来年遭受到罚款 以上是天下卫视记者马骏采访报道